大家好,Hurl Studio 今天呢,我們要來挑戰 108選年度 108選年度 也就是今年的 學測英文課試題 如果還沒有看到我 就是玩去年的 可以到右上角點那個資訊卡喔 然後現在呢,我也在直播當中 所以 這個就是直播的精華 好,然後直播的觀眾 哈囉 好啦,我們開始寫 好啦,現在呢 又回到佩英童的時間啦 那,我發現 這樣子快轉看一看也是蠻療癒的 那麼 我們現在 是廉價對不對 也剛好是這份考卷 跟他放榜的前幾天 不是,在後幾天 那我們就看一下 我們的英文到底能考多少分 國中生 考學生英文 開始 好 寫完了 好累喔 我們來換顏色 我們就來改吧 好,我們來算總分數 Purpose 原來還有這個意思喔 我以為是告白的意思 然後 Stumble OK Stumble是別的 好,這個我是真的不知道 那麼 然後呢 Are you studying Factors 這很多其他意思我都不知道 然後這個 Solve Vid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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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nfully 是 那個意義負還很深 我怎麼會選這個 選太快了 是這個啦 然後 Menu Menu就是,喔好 這個我大概分 好,我們來算分數吧 9 21 剛好配色熱血的音樂 21 27 27 55 還有分數嗎 沒了 4下我就不寫 高1分 我55 我剛剛54 高1分 55 謝謝大家 欸 就只高1分 天啊 55分了啦 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換成百分比 看一下是多少分齁 大概是76分 對 其實就是高1分 差不多 對 好啦 那 我們的 就是實驗證明了 一個國中二年級的學生呢 他可以 在大學學測的英文靠 55分 滿分72的狀況下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了 對 那 希望喜歡 想要看我 寫更多這種 很神奇的考題 就在下面點個喜歡 可是 大概只能寫英文的 因為我其他的廢到爆炸 呵呵 好啦 那 我們等一下 就是如果有看我直播的話 我們等一下找找看 一下有沒有會考的 那我們就再來 做做看 如果我有找到就有那個影片 如果沒有找到那就算了 好啦 喜歡我的影片 點個喜歡 不喜歡 就改你的喜好 那祝大家的選擇都可以順利 呃 記起來這本書 就是 國中二年級考試 就是 可以考55分 好嗎 所以 呃 可能沒有考上55分的高中生 可能就要回家試一下自己了 呵呵 好啦 那我們就下集團囉 掰掰 掰掰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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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